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要分享的书是 《开书店的猫》 那这里是故事里面的主角是只猫 它跟我们一样开了一间书店 每天都有特别的客人来访 我最喜欢它里面的一个单元是 一样的客人 《开书店的猫》 大家好,我是彤梨惠本洋行小秋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新书是《开书店的猫》 如果我跟猫老板一起工作的话 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呢 大概会是学习猫老板每天轻轻打扮自己的行动力 因为身为一个店主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每天很早起床 我把自己打扮得很美美的 那一旦知道他要到世界面对读者的时候 其实心里就充满了后悔 所以让自己每天保持这样的优雅 很美丽的样子 那我觉得让自己心里很快 让我们整理完也会感到非常愉快 然后共同阅读也会很开心 老板啊 你想要挑一本书给妈妈 你要挑什么主题的书 对啊 老鼠 为什么要挑老鼠呢 因为老鼠 所以你要挑一本老鼠的书送给妈妈是不是 太好了,谢谢你 如果你想要跟猫一起开一家书店 你要开什么样的书店 这是关于动物和人类可以看的书 这样的书店吗 对 那里面会有很多书吗 对 真的吗 嗯 那你想要当老板吗 嗯 好,谢谢你 嗯 嗯 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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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